咱们习主席真的太伟大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 我觉得真的 咱们的习主席 你希望他能编练多久呢 多少年 一辈子 终身 终身 一辈子 真的 这是老百姓的先生 真的 主席 大家好 这个浙江啊 净他妈出人才 真他妈出人才 出了马云 出了周江勇 现在浙江二中 杭州第二中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院成立了 这他妈傻逼 我操 这可是什么 今年七月份 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了关于新时代 加强和改进思想 政治工作的意见 那么现在就是 面对新的形式 还有要求 浙江杭州第二中学 他的校党委倡导下 创立了 这个马克思主义学院 他们自己自称什么 这个是对新时代高中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证创新 更是对这个力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的积极回应 这他妈傻逼 我估计 这校长肯定是想舔这个教育局 那么舔局明白这意思吗 你看 你看杭州二中 他这党委书记校长 蔡小雄 他说什么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高校有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学也许我们是第一家 你看果不其烂 这肯定是舔上面 也许是上面可能没这么要求 在下边他自己才得琢磨 我怎么能够让上级高兴 结果就在中学里面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你看他不写 高校里面有马克思主义学院 我们中学怎么不能有呢 中学里面我们是第一家 这肯定是舔 他接着说他什么 不是为了标新利益 而是为了紧跟时代步伐 在中学阶段 提前给学生埋下思想种子 扣好人生第一利益扣子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成立 有利于中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 有利于在中学阶段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主义思想 就是铸造育人 有利于培养就是家国勤怀 能担当民族大任的时代新人 操这他妈傻逼 我操这他妈校长 有他妈什么样的校长 就有什么样的傻逼学生 这是干嘛呢 这他妈就是给培养韭菜的 知道吗 就是给的从韭菜 从根上就开始施肥 你他妈你再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 在中学里面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 你他妈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现在已经被实践证明 这个理论根本就行不通 他就是社会主义 空想的共产主义 这套理论根本就行不通 现在还他们在中学里面 还从中学开始就要宣传马克思主义 你有点悬宾夺主啊 你小心点 你宣传马克思主义可以 你可千万别忘了这个习近平思想啊 你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就是习近平思想 就这种研究学院 研究班呢 你先你可小心 你在玩这种理论的时候 你可千万别悬宾夺主啊 我提醒你啊 就这个蔡这个校长叫什么 叫蔡小雄啊 他是你看他还写什么 培养机制什么 杭州二中这个马克思主义学院这个培养机制 围绕了一项目标 两条途径 三大平台 四类载体 哇操 这口号砍的 一项目标 两条途径 三大平台 四大载体开展 以培养具有家国情怀 人文精神 政治过硬 德才兼备 正气担当 追求卓越 引领未来的时代青年为目标 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两条培养途径啊 啊 搭建就是轻描班 集就是团支部 他轻描班 这真是你改你干脆改这韭菜班不就得了 韭菜班团支部啊 私政社团 研习小组三大平台啊 依托私政课程 社会实现啊 志愿服务 活动赛事四类 培养载体 努力推动青少年 理想信念教育与能力素质培养啊 一项目标两个头 一个机器两个蛋 哈哈哈哈哈哈 他说这个 这个学院他是什么 还有那个冯 已经有那个叫冯仲云 英雄团支部的基础上 冯仲云怎么 把这点提出来 这干嘛 他不就是那个 那个49年以后 中国那个水利部副部长吗 对吧 当时水利部部长是傅作义 傅作义 他是副部长啊 这是以前老抗廉的吧 我记得好像 冯仲云 就是英雄团支部的基础之上 成立就是卫工 清苗班 卫工九太班啊 通过一班一团的 就是清苗建设 强化清 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啊 那么这个 他还写 写什么 这个 这个马克思主义学院 他成立的什么 卫工清苗班 是对啊 中学清马工程 我操得还能把清马 清马 马不方是吗 清海 马家军 对中学啊 清马工程 分级培养体系的实践探索 卫工一词 取自二中校训啊 立志 努力 卫工 由竹可真老校长提出 学业 竹可真要他们活着 现在得 让你们这帮人给气死了 这个学业将在 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有强烈理论认同 实践认同和情感认同 且学习工作事迹突出的学生骨干中 选拔 卫工 清苗班学员 这一帮小韭菜 就是 干嘛呢 就是给这帮小韭菜洗脑 从他们中学就开始给你洗脑 从小学就给 就开始给你洗脑 一直绕中学 一直红色下去 这个红色江山 就是万代传 就这意思 我就跟你讲 就是 他们就干嘛呢 这个就是 高校 有这个什么 马克思主义取学 中学 也许我们第一家 这个我讲 肯定是 就是八级上级 不知道 该怎么八级上级 不知道上级想什么 赶快在夏尔巴斯里成立一个学院 就是 如果你上级 你说不了一点话 你能让我 大概就是成立的 你上级 你话也说不出来 好 只能是给你点赞 只能是给你好 大家都知道 这马列本来就是西方这个糟婆 早早已经被证实 这就是失败的 现在没有国家 除了中国以外 中国朝鲜以外 朝鲜可能都不认这个 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了 人家早就放弃 不用了 中国这把傻逼 还能把他当个宝贝一样 还能把他抬的 还挺高 你说你这个不算倒退 什么是倒退 说你是西朝鲜 一点错都没有了 现在大陆 现在就是 宁左勿右 为什么 左点总比右保险 明白这意思吗 从小就开始培养 就是党棍 就这种后备队 这个我跟你讲 不是纯 就他妈是坏 你他们做老师的 就是这马克思主义信念 你都不坚定 你怎么去培养这个学生 我跟你讲 这校长肯定是他们一恶心 一投机分子 我个人就这么觉得 好吧 这段咱们就先说到这 还他妈青马 我操 他妈傻逼 我操 乱七八糟的 中学里还 还他妈有这种学院 我操 你干脆成了一个 习近平研究院就算了 好 这段就到这 我从来 我跑的 感谢观看